這裡其實會有兩個思維 老師不好意思可以幫我 那一台 那一台 就是做好以後 我們這一台其實是這個方向在走 但是如果你想要跟人家不一樣 你可以把整個基座搬過來 其實也沒有差 你這樣子它還是會跑 只是說它在滾的時候 它可能會因為橡皮筋帶動的問題 它下面就會搬到上面去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這裡做深改 你可以整台把它搬到這一面來 就是這一台 等於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做成這樣 我們把它整個搬成這個樣子 我們變成風扇在這個方向 它在前進的時候變這樣 它就不會 等下我們在玩你會發現它這個會 會有這樣掀起來的現象 前面這個空間就是要每放重物的 其實這個是上課的時候 我們要教學這個重心的概念 或是玩的時候增加一點樂趣 我們會再不把它做成這樣 但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這樣做 也可以 你們可以自己選擇 這樣就不用配重了是不是 這樣子 這樣其實可以 但是我們這一台的設計應該是這樣做 你也可以把它反過來 甚至你把軸都做得更長 你做兩面風扇也沒關係 就自己改裝 這是可以改裝的 那這一個 等一下做就是要做在這裡 那等一下黏的時候 這邊是用白膠黏 那等一下是用熱油膠黏 這個是公分 那這邊要留多 這邊留多長 就是我們拼豆塞下去 把它拉到頂上 拉到頂上 因為這邊反而不是重點 前面我們要露出來才不會敲到前面 主要是前面這個方向在裝 我們不要敲到後面的立柱 主要是這個問題 後面的話 我們就已經傳到後面ная 他買的 你打算 就是這樣 我們去看 我們可以接住 我們可以接住